今天我想问问你嘛 就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 要是想放屁 会因为自己的对象在 所以不好意思 然后忍住不放吗 如果会的话 今天落的这个故事呢 建议大家看看 然后卸下自己的心理包袱 今年三月份 巴西美女歌手Poka 就因为长期不敢在男朋友面前放屁 结果憋到被送去医院急救了 非常惨痛 而且有点射死 Poka呢今年27岁 在巴西娱乐圈的小偶名气 看她平时在ins发的照片 也能发现这个妹子挺精致的 Poka那会儿呢 就正在跟这个新男朋友热恋同居 可能俗话说 仙女是不会放屁的 所以Poka呢担心自己人设崩塌 就一直不敢在男朋友面前放屁 憋了一两次之后 她发现还挺好使的 就一口气憋了好几天 结果没多久 她就开始肚子疼 扛到3月20号 彻底给自己憋坏了 当时凌晨5点半 睡前憋了好几个屁的Poka 被一阵肠胃脚痛折磨醒了 而且疼得越来越强烈 没办法 她只能叫醒旁边的男友 两个人火急火燎地冲向了急诊室 医生一通检查之后说 没啥大事 就是一堆放不出来的P导的 好吧 这医生也一整个大无语 说是 我理解大家的偶像包袱 但是P呢 是咱们消化的废气 正常人每天都会放几次P 没啥丢人的 要是都像Poka这么憋 大量废气就会积压在自己的肠道里边 影响消化系统 造成严重的便秘 再憋下去 这些废气可能会流窜到别的器官 引起慢性病 或者呢 直接打嗝从嘴里跑出来 你想想放屁和味道从嘴里边出来 哪个更尴尬呢 后看好了之后呢 就语重心肠地写出自己的粉丝 不要憋屁 她说你看现在吧 男朋友不但知道我会放屁 还知道我因为憋屁 憋进了医院 这是尴尬升级 好在啊 现在可以自由地放了 听到这故事挺稀奇 但其实并不是个例 这种情况在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女性中非常普遍 早年大S就讲过 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根本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放屁 好在她现在已经和自己 这种正常的生理行为和解了 韩国男星啊 全孝佑也在节目里头露 说她结婚12年 从来没有听过妻子孙泰英放屁 下面这个例子更狠啊 是去年某网友分享的 射死血泪时 当时她刚恋案半年 就和男朋友一起回老家 给她爸爸过生日 结果回来的时候啊 乳糖不耐的她 因为吃了一块蛋糕 所以一直想放屁 咋办呢 憋住 她就一直憋一直憋 终于熬到了酒店啊 想在洗澡的时候 可以找个机会放出去 可惜因为憋太久 肠道里边就晦气堵了 用尽各种方法都出不来 于是她也是开始 肠道开始脚痛 更惨的是啊 当天她还是生理期 就在她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 砰的一声巨响 她憋了一路的屁啊 终于疯狂的排出来了 她也一头栽在了地上 而且由于抽筋无法动态 这男朋友听到尖叫声啊 就光速吹过去救场 结果眼前的画面啊 相当震撼 你可以脑补一下 就花洒下边 女朋友在水和雪里边 倒地不起 嗷嗷乱叫 最后啊 这位网友是被一个警察 三个消防员 两个急救人员 台上担架拉走的 所以说啊 真的别不好意思 不然憋坏了 可能更尴尬 就算你是仙女 你是王子 有屁也得快放啊 为你自己的身体着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